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,中国在航天领域方面的发展也越来越好,众所周知的程飞,它为我们国家航天发展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,它的成绩不容分说。 像我们中国的歼205代隐身重型战斗机,就是由程飞建造设计,2018年2月9日,歼20正式列装空军作战部队,可以说歼20的出现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很多的惊喜,也体现了航天事业的进步,但除了歼20外,程飞还生产了一款独步全球的新式战机,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程飞另一位重要成员,翼龙。 翼龙系列在程飞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翼龙又分别为翼龙1,翼龙2,翼龙1D,翼龙的厉害之处就是它不仅是无人机,还是侦察打击一体机,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强的协同作战能力。 翼龙1是翼龙系列的首型,在2007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飞行,2009年第一次在其他国家进行表演,翼龙1属于一个低空型的无人机战斗机,因为它的首次国外表演获得很大的称赞,所以国外便同意与中国签订交付合同。 同属于翼龙系列的翼龙2能顺利研制出来,少不了翼龙1的成功试验,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不是它的各种性能有了较高的提升,也不是侦察方面的提高,而是它配有我们自己的国产发动机,而最新研制的翼龙1D,是翼龙无人战斗机系列里,各方面最完善,最成熟,最能满足各国各层次需要的改进型无人战斗机。